出事啊 出事啊 老师 今天台股一度大跌200多点 收盘的时候跌了65点 盘中高低相差超过了400点 有1309家的公司是下跌 也就是有七成左右的股票都在跌 特别是00940相关的成分股 老师你到底在干嘛 这种事情已经不得了了 你看汉唐 新浦 瑞宜 群光 中美金全部都在破底 到底应该怎么 老师你不要再玩了 我在浇花啊 你是因为太难过 太紧张 所以做出这种异常的动作吗 我在喷水 浇花 老师那是泪水吧 泪水不是泪水 我只想跟大家分享 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 我先问大家嘛 我们的台积电跌了吗 没有耶 没有跌啊 他还是维持在高档 是收红还是收黑 我问你 是收红还是收黑嘛 对等一下 是上涨的啊 我看一下 我们台积电收红上涨 所以是不是要清楚一下 我们台积电还是涨了 35%波段上涨了35% 这个够大款的吧 而且我们期货是大赚超过100% 对我们 算了 今天我知道 今天有几家公司在下跌 你自己说 1309家 我知道 大家很多股票在跌 那我们就不要 那么大肆的欠注 可是除了台积电之外 老师在赚报当中跟大家分享 这个缺电概念股 持续的强劲哦 你看华晨今天盘中上了800块 收盘788 诶又是创高 试电来到了波段新高 雅力士金刚云爆能力 还有乐视绿能 宏德能源 胜率依旧是100% 对啊 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到 哇盘中大震荡 上下高低差了400点 然后一度还跌了200点 大家吓死了 可是如果你早上有看我写的撰报 其实你会发现 完全都在我预料之中 对没错 所以今天的下跌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涨电价相关的股票还有机会吗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00940 相关的成分股 到底这些投信 有没有买啊 都涨不起来耶 我们今天会继续用 KD跟MACD来告诉大家 怎么找好买点 无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买点 欧市表股 我是何吉鼎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 分享并加我的LINE AT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操盘手 我是主持人德宇 在我旁边是 想哭我哭不出来 今天台股好像 好像跌了大概500点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基鼎老师 今天有1309家的公司是下跌 对啊 我知道大部分的股票 我看大家手上股票都不太好 但是老师我想先让你做个选择 什么选择 487 一边十有 不是唱歌 487 你选择了我 我选择了你 好啦 老师487 168 你喜欢哪个数字 168 我喜欢168 不要487 所以你知道今天00939 其实就出现了这种487 跟168 这两个别有含义的数字 互招啊 这个除了有含义 大家觉得很搞笑之后 我我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层含义 什么含义 代表台湾人真的太有钱了 你看有钱人可以这样敲成这样 487 168 1710 对不对 这我想这应该是刻意有心 而且这根本在恶作剧吧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统计啊 他说台湾人有钱真的吉英卡吧 你知道吗 法拉利跑车 一大堆 四年多一倍 对 四年多一倍 就代表说现在市场很有钱嘛 对啊 可是如果你看到今天盘氏 你应该会 吓得不知所措吧 而且老师我算了一下 过去这几天啊 投信啊 今天买57亿啦 昨天买25亿啦 22号上周呢 买了32亿 我算了一算 00940他到底在干嘛 他到底要不要买 他那个1700多亿 到底进不进场 他下个礼拜一就要挂牌上市了耶 他故意下一些487168 1710的单来下下你 赶快叫你说啊 你赶快出场 你出一出让我来进场买啦 老师 那你帮大家想个办法 到底怎么样可以破解现在这样的状况 在破解之前啊 我今天在盘中 我又想到一首歌 嗯 是不是这样的蝶石 你才会真正的想起我 这样的蝶石 适合在盘中 盘中盘中 对不对 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到今天台股一跌 跌破了200点 跌了200点哦 本来是涨200点 结果跌下去变成跌200点 他一度跌破2万哦 19977哦 对那你会很担心嘛 对那你很担心的话 你发现哦 这样子很多股票感觉 感觉好像都是走空了 又把我们昨天跟大家的分析 全部都 脱在脑后 都忘记 我们昨天怎么跟大家分享的 我昨天说 只要没有跌破2万点 你不要看 不要看这个盘是会走空 只要没有跌破2万点 其实就是前高支撑之上 那你怎么看这个 技术面 都是多头啊 但是你一看到跌破2万点 你就想说啊2万点 马上停存 结果从2万点一堆人停存开始 就不断的向上拉拉拉拉拉拉 拉上去 而且从跌200点 只有跌到65点 今天盘中有一个有一个消息啊 说哎呀 今年的这个清明变盘提早了 嗯 对提早了一个礼拜 清明变盘提早了 提早了一个礼拜 那我还是跟大家提醒啊 从技术面来看 其实台股还没有败向 我们前一波跳空缺口 就是在19500点到19600点 这个支撑线 有没有 正是一直 一直每样跌都跌不下去 对 每样都跌不下去 他就是在19600点上面震荡之后 创了新高突破了2万点之后 只要没有跌破2万点 2万点他就是新的支撑 那从19600点到2万点 这样子底部是不是慢慢向上跌高 那不就是一个多头走势吗 那今天收2万0126点 依旧在2万0100点之上 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最新最新的期货好不好 最新的期货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有没有 拿斯达克期货还是收红的 对 道琼期货也是收红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哦 今天的盘是很差 今天盘是确实是蛮差的 但是是 给大家机会进场 哦 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说 任何的震荡 都是进场的好机会 也就是说之前有一些股票你向中了 但是你觉得他股价高高的 你不敢进场追 那现在他下来了 诶 是个机会哦 那我们刚刚讲到法拉一利法拉二利嘛 法拉利 对 那法拉利的话 我有想到 法拉利拥有的人越来越多 这代表台湾人有钱人很多 那再加上啊 有钱人的话他会 他自己不会操作股票的话 他去找什么 他去找代操啦 你会发现他都去找代操 代操规模我们看一下 代操这是ETF 这是代操规模 代操规模突破三兆哦 代操规模突破三兆就代表什么意思 有三兆资金准备要怎样 慢慢进场买股票 对不对 好 那除了这可能比较多 有钱的人会去找代操 还有政府基金当然这些都会找代操 是 好那除了代操这种大资金之外 那小资金他们能做什么 就买ETF啊 现在ETF超级热的 你看 ETF的受益人数已经冲上了983万 这代表什么意思 历史新高吧 对这算是历史新高 而且你看他的趋势就是一路不断的向上走 那你买了这些ETF 坦白说他就是基金嘛 那你买了这些基金之后 这些基金要干嘛 他还是要买股票 那他买了股票 代操买了股票 那你说台股 他没有新的资金动能 带动多头继续向上吗 当然有了 当然有了 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给大家看到 美国的期货 全部都是上涨的 其实你去看亚洲股市 也是普遍全面上涨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盘中任何的震荡 都是进场好机会 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有加我早上的line 你看到我早上写的 上面里里拉拉写了一堆 你不想看没关系 直接看最后的重点 多头格局他没有改变 选对股票逢底 为什么我说逢底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我强调的是底 而不是低 什么意思 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你买股票买低的 然后他越来越低 有很多股票你买跌 他会一直往下跌 所以我讲的底就是打底完成 那意思 对 那我说逢底布局 才是大赚爆赚的波尔法则 好那我说PCE公布 PCE公布我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星期五 你看一下 我们的大盘解析 这边有没有写 星期五还有 星期天的撰报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那个PCE是星期五公布 对 好那所以我早上跟大家讲 PCE公布之前 任何的震荡 今天不就是震荡吗 没错 而且还很震 今天震成这样 对不对 那我早上写完 也许你看完 你没什么感觉 你盘中看到200点 到抽一份 真的还假的 我还是除掉好了 老师我也怕2万点了 哎我跟你讲 其实看到今天盘中这种震荡 老师你讲什么 其实大家都忘了 对大家都忘了 那可是如果你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话 你看一下我今天盘中写了两通讯息 给我的会员 你就知道你就安心嘛 你就不会 呃自己 胡思乱想 自己下自己 然后砍股票砍在最低 今天不是跌破2万点 对啊 投资要守纪律 跌破2万点就给他出掉 结果你出掉之后就向上 他就上去了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你看我早上写过我们的团队 老师你写什么 我早上10点的时候 我说什么 现在砍会砍的 你现在随便乱砍 我说多头不变 你随便乱砍只会砍在最低点 在10点多的时候 可能已经超级 没错 很惨 我说坚持做多 我一直不断的提醒我的团队成员 要坚持做多 坚持做多 那当然跌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 我说今天2万点有很明确的资质 我讲完之后 2万点真的就有明确的资质 就一路向上拉拉拉拉拉拉 虽然没有收红 但是回到2万0100 从跌2百点变成跌什么 65点而已 你看到这个你就完全安心啊 因为我讲的完全命中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的就对了 那所以你 如果暂时还没有想要加入我们团队 没关系 你至少要先加入 先把Lite Add加起来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你加入我们Lite 这个盘中的叮铃很重要 你加入我们Lite之后 我在盘中有写 然后呢 我在早盘开盘的时候 你在下面有个赚报 你给他点下去 你点下去 就会看到我早上写了这一堆 如果你对于早上 我早上写这一滴啦啦的 对国际金融啊 或者搭盘我怎么看啊 有兴趣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看 但是你真的时间很赶 没关系你给他最后一字 最后一个字给他看下去就对了 你给他看最后的那个重点 对而且我不只是 那个写重点啊 我还有画图 对 回答 创新高你说会跌吗 你觉得这项是空头吗 对不对 道琼只是为帮你画 你不用看 你连图这样子看起来都知道说 哎这个就是多头吗 我写的就完全就是看的图就知道了 简单二要清楚明了 对没错 好那今天要继续啊 如果你真的 想要多学习一下 KD跟MACD的用法 其实我们昨天有问大家 长榮 如果你用KD跟MACD后续的涨跌 现在的长榮是很好的进场机会吗 哇 下面真的很多同的朋友 哎老师我先打个岔哦 这个KD跟MACD 我们交互起来用哦 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教学 但如果你没有看到你想学的话 其实你把我们的频道订阅起来 看昨天的节目 我们有老师有教KD加上MACD 怎么样去判断 一档股票他后续会涨会跌 现在是不是进场的好时间 对而且为什么 我说在YT频道下面留言 因为你留言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对 也许你想的跟我想的会不一样 那我会写在下面 我都不会说好棒 去我的LINE问 我都会直接在下面写 我的想法 我的感觉 直接回复的 等一下你看一下哦 这个 这个是我昨天看到回复最棒的 你技术面也不错哦 蛮强的 他说长榮的KD回到50左右 MACD接近零走了 对 他说符合老师讲的整理快结束了 哦 他说如果KD黄金交叉就有机会向上 但是他都有说什么 我觉得他想到基本面 也蛮棒的 很棒 他已经有一点像老师讲的 他面面俱到都会观察 对 其实我们讲KD跟NACD 只是在讲技术面这一块 但除了技术面之外 你还要去想的是什么 基本面还有产业面 或者筹码面 这个方面都要去思考 所以我觉得这个投资朋友他非常的棒 他除了我 提示大家要看的KD跟NACD之外 他连基本面都会去想一下 但是你看一下我回他 我觉得基本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说最近运价在下跌中 我是觉得最近运价应该有机会上涨 那你看一下我回的不是随随便便 我不是说好很棒 我说KD NACD向下 但是还没有到最低一点 但KD指标已经变频了 有没有 我这都写的很清楚 我说短线可能在 160 前低160市面有手 暂时在160到170 160到170持续震荡打底 对吧 那如果说 你要再搭配看营收还有筹码面的话 我相信会更精准一点 你看 我有慢慢的帮大家 把你心中的想法慢慢接近 我认为正确的技术指标用法 那你教学相长的话 你写出来 那我再 帮你辅佐一下 看你有什么问题 你就会越学越多 你才会学得快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长农部分 长农部分我昨天讲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KD指标已经慢慢落底了之后 有出现一点黄金交叉 有点像向上岔的感觉 那低点有没有更低 没有 低点没有更低 是一波比一波是越电越高的 那MS一点有没有回到临轴 我说修正整理完成附近 还没有 他离临轴还有一点距离 所以我认为他会持续修正的几率比较大 那如果你在进阶一点的话 来 我们可以看上面有什么 上面有一个跳空 是向下跳空的缺口 通常向下跳空的缺口代表什么 压力 所以这个100 这个有没有 我们说这边缺口大概在180 180到170这跳空缺口 如果他迟迟无法回补的话 这边还是有点压力 那什么时候他才是比较稳定一点点 要么就再打一个底 要么就站上180 老师那这个的话需要给他时间观察吗 大概也是一样三天吗 这看起来要观察很久了 要观察很久 因为我讲的是他这边附近震荡之后再打一次底 然后都没有跌破前低 这就是代表说可能是低点比较好进场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要抓他转短线V型反转的话 他一定要干嘛 填补掉这个缺口 他填补这个缺口而且要站稳这个缺口刚好什么 MACD不要跌破零轴 MACD不要跌破零轴搭配KD指标出现黄金交叉 我觉得那个时候 可能就是他起始回升反转的好机会 所以也就是说长榮还需要一点时间了 对还有时间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说长榮 因为长榮就是00940 00939 主要的成分股 所以我才会把长榮拿出来讲 另外有一些成分股的部分 比如说像 比较少人去讲的我们有在讲的就是神达 你看神达的话表现相对就强势很多 他虽然说 KD出现双交叉往下 那MACD也在相对高点 但是他还是在高档震荡 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哪一天他KD指标往上的时候 也许是另外一个进场机会 那鸿海更不用说吧 鸿海你最近进场去追的话 我认为讨不到太多便宜 因为不论是KD 还是MACD 都相对来讲在最高点 所以你鸿海你去追 没有什么意思 那有些人说 是那鸿海不追我追河索 河索第一根也许他会跟鸿海一样 长完第一根之后 连续的喷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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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一下河索 河索跌下去了 对不对 河索是不是跌下去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是什么 你不要看到 鸿海 很强 跑去做河索 然后还追高 重点你至少先等他震荡 整理一下你预期就不要赚这一笔 你要赚也是赚稳稳的 不要去追什么 我一定要做这一档 我要追高 万一他涨上去怎么办 他涨上去就算你换下一档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吧 所以我们来建立一个观念 也就是说做股票的唯一目标 就是获利 对好不好 不要为了我想做这一档 不管他现在什么状况 我就是要买他 不要这样任性 对其实我说真的投资人在股票市场上 只能做一件事情 嗯 叫做要买就是买 要买就是不要买 你没有其他选择 那你要买 你要冒的风险去买的话 我认为你宁愿不要买算了 你要买就是买最有把位 最有机会的你再去买 这样子你的胜率才会高 你才会赚大钱 好 那很多人就不知道 老师你说的MACD回到零周 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今天用经历科 我之前爆赚300%的经历科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一次没有进场 因为从技术面来讲 他 涨幅太快 对 他涨一下 我们技术面来讲 昨天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 但是他涨停了 坦白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 不追 我看到了涨停之后 他确实是一个攻击讯号 我就不想追了 不想追之后 今天又再涨一根突破前高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技术指标修正的 就是非常的漂亮 来 KD 不对 我们先看MACD MACD是落底到零轴 他有没有跌破零轴 没有 没有跌破零轴 再看一下这个柱状体 是慢慢向上收敛 现在变红了 对 变红是今天 昨天还是变黑 对不对 那你看到他向上 慢慢收敛这个情况 就代表说他接近零轴 又向上收敛 就代表他整理差不多要结束了 你再搭配KD指标是不是从 20 往上 出现黄金交叉 而且KD有没有低 KD很低的 比前波低点更低 来看一下 KD的低点的时候 最近的低点是在 450 前波低点确实有在低点 也大概在 450附近 有没有 所以我发现 这两个 不就打出了一个 都是在450附近吗 就打出了一个WD 好WD之后又黄金交叉 那真正呢 这边震荡一下 我本来想说有更好的机会 就是震荡进场 结果没想到他直接用跳空的 他直接跳空上去之后 没机会了 算了 就像我讲的 放过他吧 从技术面 你是看出来是买点 但是从 就是交易面来讲 你买不到 对 对交易面因为涨停了嘛 好 所以这边跳空缺口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重点 你看 MACD接近零轴 KD指标出现黄金交叉 是搭配使用 再教大家跳空缺口也出现了 WD也出现了 这样大家学会了吧 好 那学会之后 又今天又要有新的问题了 是 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00919 00919你怎么看 我们今天新的问题 你怎么用 技术指标KD MACD 搭配我刚又补了一点形态哦 对 跳空缺口你要注意哦 所以我要 请问大家 根据MACD 还有KD 还有形态理论 00919下周走势到底是涨 跌 还是盘整 大家觉得是怎么样 老师我有问题 为什么我用00919吗 因为00919跟00940的成分股 非常的相似 那如果00919能涨的话 我认为00940 4月1号上市之后就有机会涨 哦 所以我是特别用00919来 请大家可以用这个MACD 跟KD去思考一下 后续到底怎么走 那可以搭配就是你自己手上的成分股啊 或者是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升购 00940 又怎么了 我有 你有 你有 我现在很担心 你知道当初为什么会买00940吗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 10块很便宜 又是元大 我跟你讲这一档上市 虽然4月1号是愚人节 但他上市一定会涨 你光是不要赚他的那个股利 你把它卖掉 赚价差你都会赚 其实很多人跟我讲说赚价差这件事情 对 那我会先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真心的不建议大家去那个 申购 就是首次公开申购那个基金 我们看一下00929好不好 好 怎么打不出来 00929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00929 他上市之后确实是一路向上涨的 确实 有没有一路向上涨 那跟台股的多头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有看到 他上市之后有立刻向上 一路向上的喷发吗 没有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这比较远一点 看一下在最前面 呃 这边 好 稍等一下 他刚上市的时候 刚上市的时候 有没有一路向上喷 其实没有 没有 其实他下跌 哎 KD指标 哎 有没有 黄金交叉 你在下跌的时候在进场买不是更漂亮吗 对 对 所以你没有必要急着去申购IPO 因为其实我以前在银行工作过啦 我坦白告诉大家 10档基金 10档ETF有9档上市会破发 有9档 我不骗各位大概9档啊 所以老师 为什么你知道吗 嗯 因为其实呢 ETF跟股票还是有成分上的差别 ETF呢 他是基金 基金你买了以后他一定要成分股大涨 他才会涨 那股票的申购那就不一样了 股票他是用什么 想象力 也就是说股票 你在申购的时候你IPO去买 他有可能因为很多人想买 可能第一天就大涨个20% 30% 对 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 张国伟那家公司叫什么 星宇航空 星宇航空刚上市 我记得好像涨快100% 对这就是想象力 股票有想象空间 但是ETF没有 他就是摆在那边 净值是多少 他市价就不能猜多少 那净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净值就是用成分股 他涨多少 去算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在 这样大家懂吗 我在升购钱 有先来问一下基丁老师 也许我就不会把那笔钱投进去 所以好朋友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加入基丁老师 来我刚好有点讲的太专业 小老鼠基丁1788 好不好 小老鼠基丁1788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直接在我的LINE上面 去讲 因为我刚可能有点讲太快 如果说大家 觉得有点 不是太清楚的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 对 直接加LINE的询问 对 直接加LINE的询问 YT YT YT频道下面留言询问 YT频道 好啦 这总而言之就是说 因为ETF它是一篮子股票 所以一档股票的上涨 不会把它其他的股票给带动起来 尤其像940有50档 但是因为股票单独一档的话 大家的本梦比可以把它推上去 比较简单 对而且讲着讲着 我的花开了 我的花是石人花 石人花怎么撞到石人花 你被咬到了 所以我会变成石人主老师 所以重点就是说 你买股票是买到玫瑰花 还是买到石人花 会不会吃掉你的获利 所以重点还是在选股 我这边想跟大家讲的是 意思是选股 好啦 是来我帮你管 它是绿色的会偷偷 没有这个 这样就好了 石人花 所以重点就是说 老师有讲到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震荡的时候 你要选对股 对 你不要看到 人家在选00940的成分股 你也跟着去 选00940的成分股 你就被 吃掉了 被咬了 你看一下漢堂 漢堂我们在讲的时候 是280到300 现在我都不敢追了 然后他一直震荡 你看如果你是跟着我们 280到300之间进场 他现在377 哎你还是获利 他跌你就不用担心 这就是有底气嘛 好那你再看到其他的 比如说像辛普 哇 这怎么涨上去 就怎么跌下来 那我这时候我只能 那个应该说啊 那个00940 可能看到会很开心 对 因为他可以用低的成本 他还没进场 就看到一群人在那边打架 打完之后 哎我再进场捡便宜 我在剪刀 我在补刀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00940 在吃大家的豆腐 对 我看大家豆腐吃不成 反而被吃走了 像瑞银也是持续的往下跌 群光 怎么涨上去 大家拼命追 哦 群光开 哎这刚才只有涨一点点 还有机会 还没有涨很多 辛普都涨成这样 汉糖涨成这样 群光也是相关的成分股 我就进场去追吧 只有你追了 哈哈哈哈 对不对 中美金也是一样啦 好所以我觉得要选 就选最正宗的 其实最近慢慢有一些正宗的00940 成分股出来了 最正宗的前10大还不够正宗吗 老师 正宗的前10大他到底有没有买 他买了吗 他虽然说成分股很大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看到前面一堆人在打架 对 我等你打完架我再来剪嘛 我过去收割 结果我发现 有可能是什么 大家都想要吃00940的成分股豆腐 对 结果反而被00940的ECF给吃豆腐 吃豆腐不成反被吃 对很有可能哦 那你看一下 最近投信买超的排行榜 有没有大家刚看到的前10大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太多对不对 勉强有个神达啦 勉强有个神达神机是不是 对 其他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哎 对不对 那我认为也许他偷偷买这些 他是先 大家只看到前10大 你知道前11到20吗 你知道20到30吗 还有50档 你知道30到40吗 不知道嘛 我不一定要从前面买吗 我可以从后面买上去 我从后面买上去 我从你们不知道的买上去 也可以耶 当然可以啊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00940 有没有 你不要那么悲观 你现在手上有申购009400 你也不要那么悲观 谢谢老师 我还是把食人花拿起来 但是申购我觉得是不需要 就是第一次公开申购是不需要的 好 所以我认为你可以从近5日 因为近5日排行榜就是投信现在正在大买的嘛 10d 好所以近5日排行榜的前10名 应该就是有他们的 成分股在里面 前50 前11到 前50 前11到50的成分股也许都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也许是你进场的机会 比如说像神达 你看神达其实我们早就布局了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要提早布局 你看看我们神达那时候是买41.85 50张 50张你看放到现在我们之前赚80几万 即使到今天震荡 那又如何 还是赚56万 诶但重点是你要买低哦 对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在这里 要有底气 对 你没有底气的话 你在高档震荡抱不住 结果赔钱出掉 你又看到涨起来了 结果你就白白的停损了 就像我早上讲的 有没有 不要砍在最低点 在 我告诉大家 本草钢木 我讲很久了 本草钢木坦白说是在刚刚这个里头 我刚刚有在那个 五日买超里面看到他 我有看到他 没错 那你看一下 他前几天大涨之后 我们没有在追 我一张都没有追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大盘开低之后拉起来 收盘才还收红 有得漂亮的啦 那我也不追了 这叫做有底气 你看我们的统队成员 之前加入了一堆股票 然后这有一大堆 我就帮他换换换换换换换 剩下两档 你看本草钢木坦白不是大赚 所以我要买就买最正宗的 不要去买什么 正在打架的 所以也就是应验了一句老话 就是当大家都知道的利多 就不叫利多 大家都知道前十大 那大家都要赚钱 谁要赔钱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是 对 山顶上碗 路边的名牌 不要乱听 你看一下我们这一档最正宗的 Q4的那个美股盈余 有没有大幅度的成长 哎有哎 而且今天没什么跌 他我看一下这白色的叫做收盘价 这个叫做收盘价 昨天的收盘价 也就是今天你看到台股在跌 他有没有跌 没有 他没有跌 他是维持在昨天的收盘价之上震荡 好像 这样就够强了吧 好像把那个红红的拿掉 这样够强了吧 好像把那个红红的拿掉 不行 这样够强了吧 够强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买 哎呦 对我们今天还继续买 哎那如果你想买的话 其实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带你一起买好不好 对没错 小鼠GD1788 OK 对 你可以去去问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名额 就是优惠的名额 老师 你优惠名额不是说到昨天吗 哦 因为我们那个 人数太多 人数太多了 有很多人反应哦 他说还没有办好哦 那你到昨天截止的话 他说这样子来不及哦 我助理还在写 对啊 你知道那个 那 签这个啊 要写很多的 那个 要走流程 你知道吗 要走流程 流程还没走完 因为很多人还卡在那边排队 然后有些人 昨天晚上 他还玩写 然后我卡到今天 没有跟他处理 那你说我怎么办 你你这样子的话不是不是粉丝的问题啊 是你的问题是那个特助 特助特助出来讲 已经三五个人在处理 好不好 有940之乱 现在有178 是不是 我跟你讲是可能会上媒体哦 哦 有可能 大家会这样 哇 打一打去 好啦 你看一下 从底部进场 我不是说就 要不要延长 处理太多 延长到什么时候老师 就今天延长一天嘛 今天延长一天 大家赶快 0800 66 80 85 或者是小老鼠 GD1788 直接给他利用好不好 因为你如果来找我们的话 我们跟别人是绝对不一样 是 因为我们就是底气 我们要买的股票就是要有底气 从底部进场 你不赢真的也难 就像我讲的 有没有 好 你看一下我们底部哪里进场 以台积店来看 你看我进场的时间点在哪里 585 585赚35% 到金店还是赚35% 来这个期货被截掉了 627块的期货 如果3月份的嘛 结调是大赚多少 155% 结算结调155% 好那再来呢 我们当然是有重新建新仓嘛 就是换仓 我们换仓的话 一样是699 699放到今天照样还是赚95% 快要100%了 快要100%了 加上次赚的3月份 不就超过100%了 3月份已经赚了155% 4月份又赚95% 这叫做有底气 你看一下台积店的高档晃一晃 应该在785附近吧 我们的成本是多少 你可以大方的念出来 699 是不是还够底气 对 你高档震荡你会害怕吗 不会 跌10%都不用吧 但是也不要跌那么多啦老师 不要跌10% 我只是说跌10%不用害怕 有底气也不能任性 对 好不好老师 对 好那再来呢 我们之前讲那个RB RB那天涨停之后呢 就算今天有没有 震荡一下 那如何 我有叫大家昨天涨停板追高吗 没有哦 没有那你看一下 今天如果说大跌 他都没有跌破前低 那就代表说多头不变 多头不变的话 明后天台股回稳了 要再撞新高了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再两根涨停 所以老师我问一件事哦 上赢这档股票 尤其是我们的RB啊 他昨天盘还不错 所以他是涨停嘛 对不对 那今天大盘震荡 他相对的手稳 也就是说 他是强势的 多头格局 没有改变 那明天或者是后天盘回稳 甚至转强的时候 他会比大盘更强 对没错 因为今天有1309加公司 你也不能怪他 这整个是系统性的风险 这是非战之罪 所以这非战之罪 那你再看一下我们浩角翔起 浩角翔起 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当然震荡 我说逢底布局震荡 对 你看我们一直讲讲好几次 他一直来讲 雅翔 雅翔到今天你看一下 涨停之后 那就是昨天 昨天再创新高 今天 超级强 对 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度跌破200块 然后呢就跟着大盘一样 大盘往上拉 他也跟着往上拉 而且你看他那个下影线 这么长有多少人 试货的进场了 那也代表有多少人 不试货的把他砍在最低点了 我这样讲没错吧 那所以如果你有找上我盘中两个讯息的话 你会砍掉吗 不会 你不会砍掉 而且你是跟着我们底部进场的话 你这么没差 赚多赚少都是赚啊 对不对 你看我们叫亚翔的时候 亚翔就是有把握 全押 要买全押 亚翔要买全押 要买全押 够力了吧 好不好 那再来呢3月14号 加入我们团队的 本来那么多股票 我也是带他买亚翔 有没有 帮他买亚翔之外 还有一个粉红红框 对我们粉红框 粉红框 我就不就是亚翔我不追了嘛 我说 亚翔我不追高 我逢底进场买新的股票了啦 买新的股票 那要买什么股票 我告诉大家 要选对股票不然的话 会有十人话 会选到十人话 那怎么选呢 现在盘面上最强的是什么 不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重电相关的类股吗 我们算报跟大家分享的 华晨 四电 雅力 尚伟 世纪钢 社会能源 云报 乐视 宏德 从我星期天讲开始 即使今天有跌的 你从星期天计算 到现在都是赚的 胜率是100% 因为我们有底气 对 华晨有没有再创新高 有 有嘛 四电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 是 而且今天四电又可以让大家补一下了 今天四电是利多上涨 你要不要出他 不要 利多上涨 有没有利多 他字节二月有没有 字节二月 EPS是0.5年增37 单月 单月 而且你要想想看 二月有一半的时间在放假 对 二月有一半的时间在QK 在放年假 在放年假 他还能这样子 你就知道他有多强势 这样是不是利多 这样是大利多 大利多 有没有在涨 有大涨 而且是涨7% 所以你这股票要不要随便出掉 不能 不能 因为利多有涨 你就不要 是正常的现象 好 在 雅力 震荡 还是赚啊 上尾投控震荡也是赚 四季刚今天 SOEA又如何 有跌破昨天的低点吗 没有 没有昨天就大涨了 在云豹能源也是在高档震一下而已 深微能源 也是高档震一下 在热氏绿人 高档 有没有跌破缺口 没有没有 缺口跌破了吗 没有没有 缺口跌破吗 没有啊 还是赚嘛 所以我要找的就是什么 隐藏版 隐藏版的 涨电价概念股 这张股票做什么的 这张股票呢 它其实是太阳能发电 它主要是在屋顶型 地面型 而且它是台湾前五大四战 哇 四战前五大你会觉得 老师 前五大很少啊 你不是前三大 我告诉大家 前五大为什么 它难能可贵 为什么 因为它股本比较小 筹码有限 股本小的意思是什么 很轻 很轻 一碰就 碰 对吧 那个泡 泡要不要拿一下 没有 其实这种 这种轻薄短小的股票 我跟你讲 很容易 很容易喷上去 不多了 一喷上去 可能像四电一样 喷喷喷喷喷 而且你看 你看老师画那个三角 代表它已经到了末端了 你看一下它 这是不是三角盘整 跟之前的号角想起 有没有很像 没错 它就是震荡震荡慢慢走高 震荡一路向上 垫高 你看一下 它的震荡的底部 有没有一底 比一底高 一底越垫越高 它就即将要突破 区间震荡 我不知道它还能撑多久 我觉得它随时都可能会喷出 那一喷出 有两根涨停 三根涨停 你那时候再叫我带你去买吗 不可以追高 不可能嘛 我就不追高了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的操作策略是什么 很简单 选对股票 分批重压 喷出 我要报老 分批重压 现在就是分批重压的尾巴了啦 等于最后时刻了 最后时刻 它已经快要 气球呢 快要压不住了 你知道吗 它快要压不住了 所以我认为这几天我都会持续 我不知道还没有几天 可能明天后天 可能是最后的进场机会 它就是很标准的一档就是 基点老师可以等你 我们的优惠可以等你 但是这一档标股 他不会等你 对 那我也没办法 他错过了 他真的喷上去 我也没办法 因为他什么时候要喷 我们没有办法 控制他 对 他就是 随时都有可能会喷出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你看 我们已经这么多 这么多的百万人家 你看我们百万人家 都是用一样的方法嘛 选对股票 喷出 要报老 分批重压 喷出报老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会创造出这么多 这么多的百万人家 甚至是千万人家 Amex 我们也是百万人家嘛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什么 从底部进场 不赢也难 所以如果你想跟上这一档 隐藏版的涨电价概念股的话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这一次预约 应该说续约率是高达83% 83%什么意思啊 我几乎 全部都是靠续约的 全部的会员朋友呢 因为有赚钱肯定老师的操作 肯定老师的绩效 所以呢 决定要继续跟随老师 那当然有优惠 我们也不要错过 所以呢 抓住优惠就赶快续约 也欢迎新朋友呢 加入我们的行列 尤其是这一档即将要喷出的隐藏版 涨电价的概念股 赶快跟上来 您可以选择两个方式 第一个呢 0800668085 0800668085 这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 或者是呢 把基顶老师的light 加起来我们的ID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直接私讯我们的基顶老师说 哎 我想要来布局这档 隐藏版的涨电价概念股哦 最后一天哦 最后一天哦 你不要自己乱选选到食人花 今天节目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一切赚百万 拜拜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独立则优优独立则优独立切